女儿的转变,你平常怎么教育她呢? 转变,其实她怎么呢? 成小了,可能就是比较逛她 因为我们是单亲,她没有爸爸 我总觉得多给她一点爱 坦白讲,我相信我理解 我们的观众朋友也会理解,这是一定的 也是你单亲家庭 那么下不想做什么呢? 应该会走娱乐圈吧 会走娱乐圈是不是? 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吗? 没有,目前还没有 没有计划是吧? 先等这个风波平息再说 就是我借郎教授这个平台先澄清那些事情 对,其实这个澄清非常重要 我想透过这个机会呢,讲讲我个人的看法 我觉得对社会伤害最大的 就是你讲的这个所谓红石智慧商业总经理的事 意识机器千层浪啊 红石智慧整个运作的情况 就因为你这件事情啊,而被暴露于全国 当然这个时候呢,也是红石智慧自己本身改革的一个机会 确实你像我们老百姓搜索捐款等等的话 你必须要有个说法 你必须要负个责任 但不管怎么讲呢,你个人 虽然是无心之过 当然我可以批评你是错的 可是呢,你对于我们红石智慧的 就是这一次的,包括这个什么 捐赠信息平台的推出 甚至对于我们 中国未来十三世界的改革 或者民营化本身呢,你确实是一个最大最大一个推手 其实我相信我们都不希望红石智慧退步 我们也不希望红石智慧垮台 这个绝对不是我们的希望 我们更希望红石智慧负起一个 这个运用善款的这个能力 做好项目管理 下放权力 公正公民透明 这应该是公民每世间一个比较好的结局 当然了,最后我也得说 你讲的这一切呢 我没有办法把你证实 我相信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你只要做个表白 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呢 会给你一个最公正的评价 这也是本节目的这个 做本期本事访谈的最重要的目的 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希望透过郭美美事件呢 能够让我们的红石智慧呢 能够更符合我们捐款人的期望 更符合我们社会大众的期望 好吗 谢谢各位观众 下周同学前再会